所以没有 TVB其实没有沈世曼 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生 沈世曼就是一个很喜欢演戏的人 开心的人 哈喽1905电影网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沈世曼 是陪我成长的地方 也是栽培我的地方 他给我很多机会 所以没有TVB其实没有沈世曼 哇我十几年是这么冲着 比如说我三年就放了九天的假 就是年初一二三 一年拍五部电视剧 都是这么熬过来 但是那个时候也不觉得很辛苦的 就觉得很开心 多谢大家喜欢我这个角色 多谢 熬了那么多年 我希望有人去承认 我OK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拿到奖的时候 我就哎呀 我终于拿到我的 这那个奖了 我就很开心 其实想法思想也跟以前一样 就是反正每一个角色 你要不接 你接了你就去尽力去演 演好他 六年后跟TVB在合作 一部电视剧 我很开心 因为看到很多老朋友 然后又认识很多新伙伴 真的好像回到以前一样 造笔直看 我跟George 谁能成为造王者 分两派 一边是我的 一边是他的 开会的是永远是怼来怼去的 哇很好看 反正演得很过瘾了 这一次在Man姐里面 也可以试一下 霸道一点 哇 看了好多不同国家的新闻报道 爆新闻的那个 节奏 表情 语气 语速 小动作 我就全部混合起来 我觉得Man姐挺失落我演的 如果说前几年的话 就不适合了 就现在刚刚好 我年轻一点就演公主 哎呀 现在演不了公主了 公主就是 她就是刁蛮一点嘛 我就没有那种刁蛮 我没有那种福气 不卖单纯 你是蠢的 没有 我这样好累啊 其实没有工作的话 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生 不工作的时候去看电影啊 去吃个好饭 吃个饭啊 吃好吃的 跟朋友聊聊天啊 聊八卦啊 打打麻将啊 陪我妈 逛街啊 带我小狗去逛街啊 什么的 就普通的生活 越简单越好 因为我的世界太复杂了 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 没有主配之分 给你演大女主 如果你演不好 也搞砸了 那个戏 但是如果你演配角 你演得好 也可以出彩啊 一个电视剧不是一个人的 要所有人都演得好 才是一个成功的作品 演了好多角色了 已经几十个不同的人生人物 就是在我脑子里面 我好像已经活了五十六十遍了 所以我自己 我想就平淡一点 因为我妈妈年纪大了 我宁可就陪她吃吃饭 一年开拍个一部两部戏吧 以前就太多了 不同时间 不同时间段 就做不同的事 就能休息一下 大家好 期待